为了宣传母亲节庇护商品 喜憨儿基金会邀请认购企业的代表与憨儿们 一起来组装礼盒 体验平时的工作内容 期盼既由这款专为送爱到部落活动的特制礼盒 为五个县市的偏乡部落小学生 送上一份佳节祝福 跟着喜憨儿庇护工厂的小婷和小艺折礼盒 再将蛋糕手工饼干一一的放进去 体验憨儿平时的工作内容 长期认购喜憨儿商品的企业代表 一起和庇护工厂的憨儿组装母亲节礼盒 为庇护商品做宣传 小婷和小艺也借此机会感谢妈妈 送上手绘卡片 让妈妈们感动又开心 我来到喜憨儿我也吓一声 他们一定要站着六个钟头 我也是回家问你说 你脚会不会酸 他就跟我说妈妈脚好酸 那我又问他你可以忍耐吗 他说我可以 我真的看到他的独立他的成长 那我真的很谢谢喜憨儿的老师 跟所有的救助员 因为他们让我看到他在这边的改变 大了工厂之后老师呢非常的用心 很认真又专业然后设备又非常的良善 很新颖 那他们每天都是非常开开心心的说我要上班了 然后就去上班了 那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 人生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正 然后他开心学习 然后老师呢也会设计为他专门设计的适合他的那个古具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 那我就感觉说他越来越进步 然后我们要肯定他鼓励他 这个名为巧克力和美果蛋糕 还有三款手工饼干 是专为送爱到部落活动特制的 希望为桃园市、苗栗县、云林县、嘉义县及屏东县等偏乡部落小学生 送上一份佳节祝福 市府劳工局也感谢企业认购 让庇护工厂也能够帮助弱势 鼓励多多支持庇护商品 民间的力量来帮忙是最快的 还是要感谢企业对我们的认购 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实质的帮助 因为其实核发工厂除了我们的礼盒以外 我们平常的明月、蛋糕、面包、西点等等中秋节礼盒 端午节都无所不义都可以参加 都可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除了这款送爱到部落活动的专属礼盒 也推出6寸的草莓巧克力蛋糕 以香浓苦甜的巧克力蛋糕 搭配巧克力慕斯和酸甜莓果酱 期盼借由大人、小孩都爱的口味 让亲子可以一起品尝度过难忘的母亲节 谢谢 谢谢大家